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10月28号礼拜一 好我们看一下 台股今天受到上礼拜五凌晨 美股的开低走高影响 跳空散开 那盘中都没有回撤平板一下 那中场是涨18点 但是量缩到1126亿 那我们从量价关系来看 今天它上涨却是呈现量缩的 那这个在所谓的量价关系里面 叫做价涨量缩 是叫做一种所谓的背离 也是说追价意愿并没有很强烈 为什么 因为涨势就集中在几档股票里面 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谈谈 那再来10月30号 也就是说 苹果要公布 第三季的一个所谓的季报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 还有礼拜三的一个所谓的 美国的联总会 是不是要做一个所谓的降息 那这个给很多投资朋友的一个所谓的梦想 那当然我们从这里来看 当然大家有梦最好 但是有一些实际上的状况 你必须要做一个所谓的了解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举举四档苹果股价 苹果的重要的供应链 一档台积电 那台积电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在296 296部分 这个我先前都跟各位讲过 296.6 那来到这里 大盘在做创高的同时 但是台积电它并没有过高 那今天大盘涨 那你看到最后一盘这2000多张 这是卖单 卖单 好 再来看一下 纯苹果的大力光 在大盘过高的同时它没有 那最后一盘 卖39张 你看起来是很小 但是它是4000多块 如果是400多块 它是390张 那它没有涨 好 再看一下 那机壳的供应链的 可乘 这都很纯 纯苹果的 今天就小掌五毛 而且呢 量也没有出来 好 再看一档 来 2317的鸿海 它是代工 那今天也是逆四叠 那最后一盘呢 1300多张 是内盘价 那这四党里面 你可以注意看看 其实它都没有很强 没有很强 那相对的 我们必须来看苹果 这个礼拜 大概就是 今天是28号 28号大概就是 在三天到 三四天以后 它公布 那我们看一下苹果股价 来 没有看画面 我没有看 苹果股价 你从这里来看 这在上升的过程里面 它呈现的是一个所谓 亮缩 这里 呈现亮缩 那之前我就跟各位讲过的 苹果的空底区 是在242到249 249 那现在收盘 上礼拜 凌晨的一个所谓收盘 它是在246 也就是说 在相对高档的时候 事实上是很 美国的本土的法人 他并没有做一个 所谓追价的动作 所以你必须要小心 苹果股价 会不会有利多出境 甚至 现在有很多人说 苹果它的一个销售量 是暴增 这个iPhone 11 但是 各位试想看看 在全球的一个所谓的 经济放缓之下 那苹果说它销售暴增 其实你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为什么 为什么 那里面是有蹊跷的 那经济放缓 大家比较没钱 大家都比较不会去做 高端的一个消费 所以 它只是在规避 可能在规避 12月25号加征 课税 加重课税之前 先存货 先备货 好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看 来 从这里来看 这个我之前跟各位谈过 这要跑一下 有一条新闻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 早上有一条 全球经济放缓之下 结果呢 苹果股价 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 来 8点32分 全球PC平盘 手机 今年出货 全部跌 全部跌 也就是说 事实上 因为在贸易战之下 真的经济做一个时候放缓 所以近期有很多说 苹果 苹果股概股的部分 初六 初货 它是扩增 扩增其实它是先前 为了规避 我再提醒是 你要注意 它有可能是规避 12月15号 加增 加增 克税之前的一个提前拉货 备货 所以你要小心不要被这个假象给骗了 好 ok 那我们再谈谈 现在谈谈 我上礼拜有跟各位讲的 10月25号讲10月28号 这个你要事先学起来 你才知道 如果去做一个随理预算 这个很多投资本来拿 来 今天开11321 11321看在这边就代表 这边是高点 因为这边11330 对不对 空底两个字 那空底 来 就是挂在那边 那多底呢 因为它今天跳空上开 所以往下减 比讲330减255 这75对不对 那75你乘以0.618大概40几点 那11330减掉40几点 大概11283 那今天最低就1295 没有到啦 但是起码 你不要在这里做多 就在这里 今天最高11341对不对 如果你有索取到这个 那就是在这里 你就不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你避免这一段的一个 所谓下杀 那这个对你有没有用处 有啊 这个就是我在交投资朋友的 我自己在交我会员的 来 那我们看一下 10月28号讲10月29号 你可以来索取 可以来索取 好OK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谈谈 个股的所谓部分 来 3406 3105 文茂今天很强 来 涨得越高 那你做空力就更大 但五级的商机 外资比赞 文茂登天价 那前高是在340 那今天是收343 好 那请各位看一下 你注意看一下 他只要做一个所谓出量动作 来我们比一讲 这边做一个所谓出量动作 对不对 涨个三天 三四天 他这里就跌 然后呢 这里做出量动作 涨个三四天 这里就跌 这里 出量以后 他就跌 那今天又再度做一个所谓出量 出量 那外资在这里呢 开始做一个所谓调升 他的一个所谓目标价 那我们来想 外资会在这里跟你讲调升吗 会在跟你这里跟你讲调升文茂吗 这里会吗 这里会吗 不会 他会涨上来 他准备出货的时候 他才会跟你讲 他调升他 因为很多投资者就是看到 利多被利多害死 被利多害死 文茂 来 这一段一定是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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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投资者一定是看到利多才进去买股票 好 那 你就要注意看哦 主力作手在这里会不会用力买 或许你会讲说 老师 外资在买 但是在外资在买 你有没有看到他做 HB减的动作 借券卖出的动作 你没有 今天拉升上来 价 扩增三倍 一般来讲 今天这种盘 如果真正的一个所谓主力作手 两种状况 一种 他就是右手买现货 左手做借券卖出货 避嫌的动作 他不会在这里 再用力拉上来帮散户做截套 或赚钱的动作 因为前面 三百四 这里套一堆人 那这里呢 公布利多 公布利多是为了什么 调升 你为什么不是在低档的时候做调升 为什么在涨上的时候才做一个调升 这司马昭之心呢 路人皆知 也不能讲说路人皆知 一般的业内 一般的作手知道 但是散户不知道 散户只看到这个 调高目标价 法人调高目标价 都说今天 一般来讲调高目标价都不是好现象 就是代表一般的作手 或是一些主力法人 他开始要卖 如果他看好 他也是卖 他先在低档买的 调升以后赏户进来 他会先卖一些 如果是来到相对高档 他就全部倒货出来 所以我认为你不要去做追 谈升上海你谈的越高你做空力都会更大 好那重点就是大家就在等FED会不会降息 现在降息的一个说比例是百分之 外媒的一个推测大概是百分之九十 然后第二个 苹果股价会不会利空出境 但是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台积电的状况 可乘 鸿海 大力光 这四档纯平概股 并不如预期 那么强 对不对 好那我们开始来看看 几档股票 来 来3324 一样啊 这双红也是在这里跟各位讲利多 对不对 那3324 我没有跟各位讲过 来 233234以上你先不要去做追 你即使做追你可以赚到钱 你也赚不了什么钱 了解吗 它是在相对高档 相对高档 对不对 好 6462 来 神盾 创高 来在相对高档 那这里都是利多 所以我跟各位讲 散户都是被利多害死的 对不对 那做股票呢 记住 是押回整理碟市才买 不是买现在在涨或涨一大段股票 你不要看到涨 你就 你就看啊 苹果要公布 公布财报可能是预期 很好 那如果不如预期的时候 你跑得掉吗 那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 这里面是因为关税的问题 提早拉货 存货 备货 第二个 在这里很多人都失去 那个什么警戒心啊 为什么 很简单啊 目前来看 融资在相对高 赏户是一个指标 融资是不是在相对高 这是融资 赏户一般抗好 一般抗好 就是他 就是主力作手发布利多 那发布利多 赏户抗好 就用 赏户用融资买嘛 那融资增加 代表赏户抗好 那如果赏户抗好 你是主力作手 你怎么做 你就是边拉边出 边拉边出 所以呢 今天你看 虽然涨上来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天量缩 相对的 我们必须要看看 美股怎么去看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那 现在是10月 接近10月底 再来11月 那11月 道琼跟Nixstar 他的一个所谓 正乖离 是不是过大 是不是 如果很大 要怎么去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空军召集令 那10月底即将成行 那一对一单独亲自交解 今天入会加证 我亲自教各位 想要成为高手 想要成为空军的 或是你有多单的 想要卖在高点的 欢迎你来找我 请播高手专线 023898689 02389868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投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投资 订阅 转发 投资 订阅 转发 投资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3898689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股票的时候 你要看一个所谓的细微 那现在苹果是很夯 但是你要注意看看 苹果的一个所谓供应链 出现什么状况 是不是有什么先兆 好 来 看一下 这是苹果的喇叭 这升学的部分 康控 你注意看喔 康控在上礼拜的时候 一根长往很多人就看好了 结果呢 大盘撞高 今天康控是逆势跌 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康控这已经涨很高 你不要去做追 因为为什么 带量过景线呢 来 这是不是带量过景线 你会不会买 会 这是带量过景线 看起来是一个所谓的 复合头肩底 其实它是中线 其实它是中线 如果这边是复合头肩底 那你说这里是什么 这里不就是海底吗 不是嘛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这里 粗量绝对不会是好事情 你看这里粗量也不会是好事 对不对 这边粗量 它也就是盘整 这边粗量 是不是大盘 这几天还在盘高 今天就开高以后 拉伸又多 收在相对低 来 升雪股 这一档 康控 在看这一档 一样 一样 美绿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迹象 各位一定要千交代 万交代 一定要做注意 好OK 一样来看 来 国具 国具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在这里也是一样 歌功颂德 全市场 外资又开始调整它 什么库存去化很快 然后呢 开始驾动率提升 为什么不在这里讲 为什么在这里讲 3105 为什么不在这里做调升 外资为什么不在这里做调升 为什么这里做调升 对不对 再看一下3406 3406 郁金光 今天 涨不多 涨不多 你看最后一盘 这有人高挂在卖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的 你要小心 这一些 这些股票有的时候是 挂羊头 卖狗肉 也就是说 事实上 行所谓的 现金增值 350 那有意见空间那么大 你是大股东 你会怎么做 我当然卖老股 买新股 有价差 我为什么不赚 我原始股东 卖掉 我还有部分的权利 我去买350的 我买 我卖460 470 480 OK吗 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他谈升上来 他没什么涨 我不会去空他 我要等他涨很多 我已经讲过价格给各位了 就跟 国具是一样 国具是一样 好 OK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 所以你要注意看说 美股出现什么状况 好 OK 我们就看 道琼 道琼这里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了 这点金 1 2 3 4 5 6 7 背购 这里一个说 密集成交线 那这边一次要过去 困难 你看上礼拜五 他就碰到这条线 最高来到27015 这条线大概就在 2701级左右 碰到这条线 几乎都过不去 只有这一天站上 这一天微幅站上 这一天也没站上 其他没有一天站上 上礼拜五碰到以后就下来 这是道琼 好 OK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正乖离 我们看三六乖离转折 来 用月线来看 现在是在这里 现在是10月 带长下影线的一个所谓的 T字K 对不对 好 OK 下个月正乖离更大 正乖离更大 也就是它未来是扣这 不是会到这边 是它上面的一个所谓 锅盖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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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锅盖这么高 那你就要小心了 你比如讲 来到这边 扣这里扣高 这里扣更高它就跌 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 扣很低它就涨 对不对 那这里呢 扣高以后 这边做一个所谓的顿化以后 那这边做一个所谓盘整 现在呢 下个月它是扣高 所以你就必须要小心注意 那同样我们来看一下 纳斯达克 Nexar 一样啊 现在十月对不对 那下个月是扣高 那倒全 纳斯达克我一样 跟各位讲过了 这边 这里都没看到 算出来是不是在这里 8184 这边最高8339 这边是不是都在相对高档 对不对 尤其看台股的领头羊台积电 我之前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看盘点 来 这里过这个前高 是不是跌一段 这里过这个前高 这里是不是跌一段 那这边做一个所谓又多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296.5 最高是298 298 那台积电是外资的一个 所以风向球 在大盘创高 来到一万一千三同时 台积电没什么涨 没什么涨 甚至在原地这边 对不对 那加权的个顺部分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11299以上 请你不要做追 11299 也就一万一千三百以上 你不要做追 上礼拜 最高11347 今天还11315 那在相对高档 我只跟各位讲 相对高档 当初这里相对高档 利多 然后呢 这边跌了七八百点 这边跌了七八百点 谈生上来 这里出现利多 这里又跌七八百点 对不对 那这里呢 又开始出现利多 为什么 有嘛 平概股 有很多的平概股 外资都在做调升嘛 然后呢 苹果 30号 要公布利多嘛 公布记报嘛 然后FED FOMC 就是所谓的 美国的联总会 联邦储蓄局 可能他会 降息 记住 散户都是被利多害死的 那现在涨得越高 其实你站在空方 或卖方 是对你比较有利 希望各位听得懂 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祝各位 明天操板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